大家要把它拼出来 可是我教过一个懒惰的方法 我其实有时候是这样写的 为什么因为这么长一串可能会拼错 空一格我要买回来的话 那必须宣告成一个物件 所以上面这个东西是一个类别 下面这个东西是一个物件 这个物件是真正可以被拿来用的 前面那个是不行拿来用的 前面那个有点像我需要一个网路卡 只是我想的东西 那我真的买回来就是后面这个东西 是实体化的东西 所以很多同学这个搞不清楚 什么是类别 什么是物件 常常搞不清楚 那你要记得物件是真的可以用的 类别是不能 还不能被用的 还不能被用的 OK 那后面的话 因为我要储存一些东西 才能够去格式化 所以你必须要在记忆体里面 暂时开一个什么 暂时存放某些资料上去 所以你必须要开 只要想到记忆体的话 就要想到这个关键字 叫new new的话呢 就是在记忆体空间配置一个位置 存放我们将来会用到的资料 那有些没有new 主要是因为他没有不需要用到记忆体的时候 就不需要new了 OK 那new什么呢 new一个dismal format 后面刮虎要传什么 传一个参数 什么样的参数呢 就是00 这样就可以了 那他就会帮我产生一个词体 类别把它变成物件 那这个物件就可以拿来用了 就真的我想要一个网路卡 真的去买一个网路卡 有个网路卡 对不对 接下来怎么样呢 就要拿来用 那怎么用 特别注意就是说 我可以把后面这些 把它注解掉之后 那我后面不就要怎么样呢 再加上这个东西嘛 要输出一个号码 对不对 第几个号码 对不对 加在后面 那第几个号码 我必须格式化一下 所以格式化这个地方 就跟那个用 用什么 用那个ecell很像 怎么做呢 第一个就是打一个f 因为只有他有什么呢 点下去之后的话 只有他有format 有没有 他就是 Digital Format的实体化 里面就有一个方法 叫format 你把它按一个enter enter之后的话呢 就把它刮活刮起来 所以这边的话 就把刚刚的这个 阵列变数 把它刮起来 刮起来之后 它就具有什么呢 具有格式化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地方虽然很简单 可是大部分人都搞不清楚 尤其是物件导向 物件导向的使用 其实很多书也写得不清楚 很多书里面就 出来就这样就好了 但是为什么 其实我这边 很明确跟各位讲 先引用 对不对 然后再宣告 宣告它是一个 Digital Format的一个物件 那它有个方法 就是format 就可以怎么办 format成这个格式 那底下也是这样 特别号也是这样 加上什么 那其实把上面这一段 有没有 偷懒一下 把它copy一下 然后再把它丢到下面来 这样子输出呢 就会自动帮我加 就会自动帮我加上